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做3000訂閱的Q&A 但是我要錄這支影片的時候已經4000訂閱了 所以就直接變成3000-4000訂閱Q&A喔 讓我從IG限動跟影片留言中把大家的問題集中起來 那我再把它分類一下 因為有的問題是類似的我就會統一回答 只要有問的我都會答啦 反正問題沒有很多 總之感謝大家的訂閱喔 已經4000了 感謝大家 那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玩動森 那我第一次玩動森是在2017年 就是玩手遊版的時候 那時候就想說反正是免費的嘛 那我就下載來玩看看 那一玩我就喜歡上這個遊戲的節奏 他的生活 那種生活感 所以 剛玩手遊版的時候我就非常著迷喔 對這款遊戲 所以呢 在這一款就是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期待喔 那Switch版本的動物森友會呢 又更讓我瘋狂喔 那要說為什麼會開始玩動森呢 應該就是2017年手遊版 那在這個影片PO出去後 應該已經有中文版的手遊版了 我會想要跟想要玩手遊版的人說一聲說 如果你已經有 你已經有Switch主機 然後也買了動物森友會了 那我覺得你可以不用再玩手遊版了 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手遊版就是 他玩起來作業感非常的非常的重 然後裡面的動物居民都很廢喔 我會說都很廢是因為 他們不像Switch這個版本的 就是動物們會跟你有很多互動 在手遊版裡面的居民們呢 他們就是一個一直跟你要求事情的 不知道這樣講好不好 就是有點貪得無厭的感覺 就是動物們他們就是好像什麼都不會 所以他就會邀請你 要求你說幫我做什麼幫我做什麼幫我做什麼 然後你每三個小時就要完成 一些動物的需求 所以一天 他是每三個小時會有一次要求這樣 那你就要 你想要快速的跟他們提升親密度 你就是每三個小時就是 一直做那些事情 我那時候玩手遊版 就是連半夜就是三點 就是三個小時一到 我就趕快就是調鬧鐘 然後醒來把那些工作做一做 然後再躺下去睡覺 就 然後就這樣長久下來 我就有點膩了 好啦 這是題外話 那總之我覺得 如果你有Switch版本就可以不用再玩手遊版 那如果你沒有主機想要體驗一下 動物森友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方法 好 接下來的問題最想要的島民是誰 當然是阿一啦 那為什麼喜歡阿一呢 因為阿一是紅色 我是個紅色控 我只要看到紅色的東西就會很開心 然後就是新的產品 然後它是紅色的我就會想要買 的那種 就就是一種病態啦 哈哈哈哈 那再來呢 阿一是她就是特…特設 特設啊 然後那種戰隊風的造型 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這種東西 那我也特別喜歡就是當主角的那個紅色的… 呃… 紅色戰隊的成員喔 那阿一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設定做出來的 貓 對 然後她又是貓 我也有養貓 所以就會特別喜歡 那再加上阿一她是運動型的嘛 所以她每天都會在那邊講說要健身什麼的 那我自己多少也有碰一點健身啊 就是有在做運動這樣 那就是綜合各種我的興趣 然後阿一就濃縮成了阿一 哈哈哈哈 這樣子講 這樣子講 對嗎 總之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下一個問題 阿一是第幾個居民怎麼拿到她的 我從玩森友會的時候我就開始就是 我一定要拿到阿一喔 因為我之前已經玩過手遊版 那手遊版的時候我就已經很喜歡那個 耳光跟阿一 所以我在玩這一款的時候我就很確定 我一定要把這兩隻給找到手 所以呢我在開始找七八九十的居民的時候 我就一直以阿一為目標再找她 如果你們翻我比較前面的一些 找島民的直播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是都在找阿一喔 但是呢我在第七、第八、第九個島民的時候 我就分別遇到了 張丸丸、龐克斯、史培亞 那我都心軟就是把他們找了進來 對 因為龐克斯是紅色的 所以我也把它找進來 剩下的第十個名額的時候就只剩一個名額了 那我就一直把那個地空在那裡找阿一喔 那個時候我空了三天 但是里克都沒有塞人進來 現在想起來就是還蠻好運的 那在那三天的時候 我就是把我身上所有能做換里程的東西 集里程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我還是找不到阿一這樣 然後有一天下午呢 我有一個朋友就傳了一張圖給我看 說他出島遇到了一隻他很喜歡的動物喔 那我就覺得可惡我也要這樣 我就用當時我身上僅存的一張機票出島 然後剛好那一張我就遇到阿一啦 就是超幸運的 那我順便放一張截圖在這個地方好了 然後下一個問題 如果阿一死了會有什麼心情? 這個問題會不會太沉重了一點 阿一應該是不會死啦 不過我有養一隻貓咪就已經養九年了 然後他在去年的中秋節當天就過世了 我覺得應該大概就是當時的那個心情吧 就是可能整天哭啊 不想上班啊 然後恍神一整天啊 什麼事都不想做這樣 好 那下一題 喜歡阿一那喜歡阿二嗎? 基本上一二三四我都喜歡喔 下一個問題呢 有想過湊旗戰隊嗎?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有 但是我現在的島民的成員呢 我已經無法丟掉三個人 然後來換他們進來了 可是之後如果有遇到阿二阿三阿四的話 然後到時候我就會看我島上有誰可以走 我就會先請他走然後讓他們進來 就是做個短期留學的… 呃… 呃… 當作打工度假這樣子 好 下一題 最喜歡的NPC是誰? 應該是優優吧? 應該是優優吧? 然後再來是薛格吧? 呃…但是這兩位在遊戲裡面的功能性實在是不強 那就外型上來講我很喜歡這兩位 好 下一個問題 動森小細節有哪一部分讓我感到驚奇喔? 呃…應該是下雨的各種雨天小細節吧? 像說… 呃…青蛙他們不會撐傘嘛 他們就是穿著雨衣 那雨打在不同材質的屋頂聲音也會不一樣 或者是下雨的時候你在那個房子裡面啊 那房子裡面你有窗戶的話 那你往外面看還會有那個水滴啊之類的 就是很多下雨的小細節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 呃…知道了之後會很驚奇的部分 在動森裡面喜歡做什麼事? 呃…我喜歡跟動物們聊天 然後還有就是跟在他們後面觀察他們 然後一直拍照 這個是我的癖好齁 玩動森的癖好 那這邊呢就有我…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喔 我就是… 沒事就是一直在拍照 唉唷…這邊要輕跳過 大概就像這樣啦 反正我就這樣一直拉下來 就是從玩了動森之後啊我就… 去買了一個記憶卡 就是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拍照 不停的拍照 喔 這邊就寶可夢了 所以呢 從這邊就是我剛玩動森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狂拍照 看這邊還有我的初始島民 花壽司喔 超可愛的 然後這是我兩位初始島民喔 翹翹跟花壽司 這是我們第一天在島上玩的時候 那你們看我第一天我就有那個繃帶了 因為我第一天然後那個小狸貓槓 他們就有在賣 我就買來用 然後就一直用到現在了 就是你們看旁邊的那個捲軸啊 你們就知道說 我現在有2096張照片喔 那就是買了這款遊戲之後 應該至少佔了一千多張照片在這邊吧 那個時候我剛玩的時候 我還有做一些… 四格漫畫 什麼四格漫畫呢 我來給你們看一下 像是這一張喔 這是我幫花壽司做的四格漫畫 就是我旁邊這位是企鵝花壽司 是和喬喬跟我同時到島上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張合照喔 那個合是錯字喔 不好意思 熱愛運動的花壽司啊 他常常把自己搞得滿身汗喔 花壽司就說啦 這裡是用他的血汗跟淚水打造出來的成果 雖然這麼說 但其實主要是汗啦 捲捲 今天早上我到他家的時候他又大流汗 你看花壽司就說 你看木製當人船上面 已經完全吸收我睡覺時流的汗了 那下一張 嗯 原味花壽司 好吧 我希望你們有感受到我的四格漫畫的笑點 如果你感受不到那就算了 當作沒這回事 再一個問題 會考慮拍別的遊戲嗎? 我其實都有拍喔 只是點閱率很差而已 我現在每個禮拜天都會上傳一支 就是跟動森無關 可是是我自己喜歡玩的遊戲 下一題 會玩七戰二嗎? 我以前有玩那個CS 然後我就被慘電了 之後我就發現說 我好像對這類型的遊戲就是沒有才能喔 所以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 下一題 除了去觀眾的倒拜訪 還會再開什麼單元嗎? 呃 除非說 現在這個頻道的收益夠支撐我的生活 讓我可以專職的做這個頻道 不然以現在我的狀況 我很難播出時間再做新單元 嗯 因為我現在就是白天還是要工作嘛 那我只有晚上的時間在做這些頻道的東西喔 所以有點難有點難 那要做什麼呢 其實 嗯… 我也想不太到了 其實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點子 也是可以提出來跟我講一下 下一題 無界最喜歡的遊戲除了動森以外 動森以外最喜歡的遊戲喔 以前的話我大概會說三國無雙系列喔 但是最近我真的是被那個八代給嚇到了 所以我現在很難把最喜歡的遊戲寶座讓給三國無雙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玩KOF系列的格鬥遊戲 但是真的要說很喜歡的那種呢 大概是出在PS2上面的 什麼宣華翻掌一代啊二代啊 我也希望有機會我能實況這一款給大家看喔 可是這個遊戲很難中文化啦 但是不中文化的話我想大家 我玩了大家也一定不想看 下一題 幾時開島一起玩呢 我直播目前都是定在週三或週六 就是看當時有什麼活動 或者是我有什麼想法 我才會突然的直播開島跟大家玩喔 所以想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島呢 就是訂閱吧 不要錯過我的消息喔 下一題 有沒有夢想的十大島民 這題好難喔 這題真的超難的 我其實剛開始玩的時候 我心裡是有一個錶單喔 那那個錶單就是我玩手遊版的時候 我喜歡的那幾隻動物啊 那我入手這片的時候 就是會想把當時的陣容給找回來 也就是阿依、耳光、豐傑、瑞奇、福特、小潤 還有一些是我沒有遇過 但是我很喜歡的角色 就是檸檬娜、茶茶 但是有一些角色 是我真的開始玩這款遊戲之後 我才開始喜歡的 像是巧巧啊、遠仁啊、史培亞啊 就是玩了之後 我現在就是愛他們愛得要死啊 所以我也很難割捨 那新角色還有捷克、龐克斯、茶茶丸這一類的 所以結論就是 我希望能再多幾個讓其他動物入住 再五位就好 好的 那以上大部分都是關於動森的問題 動森相關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問題都是比較關於我私人的部分 像第一個問題 會不會露臉 會不會露臉 好啊 那我就來露臉一下 這樣子應該有算露臉了吧 我要維持這樣跟大家繼續講話嗎 下一個問題喔 什麼時候生日 我的生日呢 就跟這隻犀牛是同一天 加一個問題 什麼星座呢 我跟巧巧是同一個星座 這樣回答是有一點迂迴啊 不過啊 就是剛好考驗一下大家的動森知識 下一個問題是 今年幾歲啊 我已經到了一個就是 被問幾歲會覺得很尷尬的一個年紀喔 不過呢不過呢 我現在比香蕉哥哥還要年輕一點喔 所以呢你們還是可以叫我哥哥喔 那再下一個問題 有看動漫嗎 我是不會去追星翻的那一種 不過呢我最近有很喜歡看的動畫是 我的英雄學員 還有就是 雖然有點久了 但我最近才把他追完的寶可夢XY 那再下一個問題是 玩動森的時候會自言自語嗎 我不管玩什麼都會自言自語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在自言自語的時候 通常我都是講日文的 那再下一個問題是 無界平常講話的聲音 就跟影片中是一樣的嗎 應該是差不多吧 只是我平常很不喜歡講話 那影片的話我會比較用力一點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聽清楚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會特別去在意我的咬字 但有時候因為太過在意 反而會容易大舌頭 所以有什麼差別嗎 我覺得應該就只有差在咬字的方面吧 聲音應該是沒有什麼變的 下一個問題 無界是大學生嗎 學什麼專業的 我也希望我是大學生喔 就是我就可以整天打電動了 超讚 那學什麼專業呢 我是應用日語系的 南台科技大學的應用日語系 再下一題是 無界的大頭像是怎麼來的呢 是受射嗎 呃… 這個問題嘛 我當初要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做一個代表我的頻道角色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想要用動物來表現我 那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熊貓 我講的是小熊貓 不是小隻的大熊貓 小熊貓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之前工作的時候有認識一位朋友 他就是很會畫獸人的東西喔 那我覺得他畫的動物都很可愛 那我就有請他幫我設計我的頭像 然後我有跟他說 欸我想要小熊貓來當我的頭像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畫這樣子 那他就幫我設計了現在的這樣的一個頭像 那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亂染一些紅頭髮 就是我很喜歡染紅頭髮 所以我的頭像那隻小熊貓 他頭上有一撮紅頭髮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幫我設計 我覺得這個頭像超可愛的啊 如果要說哪裡不太對的話 就是頭像看起來比較胖 那我本身是比較瘦一點 所以你們就可以把頭像的那隻小熊貓 就是蓬蓬的地方 就當作那些都是毛喔 哈哈哈 下一個問題 是不是全職的YouTuber 呃並不是喔 剛才已經有講過我白天還是要工作的 但是呢 看風向啊 如果反應很好的話 說不定我就會認真的來做這一塊 那下一個問題 無界住哪裡 我住宜蘭 再下一個問題 無界現實生活中也是皮膚黑的嗎 呃是的 因為我很喜歡曬太陽 那我是還會專門跑去海邊 就是圖那些助曬的 就是想努力讓自己變黑的那種人喔 那再下一個問題 正職是做什麼的 呃我講出來的話會不會很像業配啊 就是我自己家裡是開食品工廠的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買一些伴手禮啊 或者是禮品的話可以考慮我家的產品喔 那現在呢 這些網路的銷售部分是我弟弟在負責的 那大家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會把網址留在說明欄 欸這樣算不算第一次工商啊 應該不算了 我沒有拿到錢 下一個問題 拍片是興趣嗎 拍一部影片需要多久時間 呃我覺得拍影片 我自己在拍的時候 我覺得拍片很好玩 特別是在後製的時候 我很喜歡做後製的那些東西喔 那 不過呢 呃那些後製軟體 跟影片編輯軟體啊 我都是自己去摸自己去學的 所以呢 有時候我想要做一些新的東西 像那個防島的影片 我就試了一些新的東西喔 那我想要試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花很久的時間 再去測試那些功能 那拍一部影片就會非常久非常久 像我防島的影片我就要做個 三四天左右 防島的影片 那個因為我要摸很久 那如果是一般的遊戲實況的話 就會比較快 還蠻快的 我通常一天之內 我就可以把它拍完 然後剪輯完 那如果是 攻略影片 攻略影片因為你要實測嘛 那那個實測的時間 大家有時候看我發攻略影片 可能一部影片才 大概六七分鐘左右 但是我要花好幾個小時去實測喔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累的 所以呢我希望 以後我的實況影片能佔比例多一點 我不太想要做那個 攻略影片 攻略影片真的好累好累好累 所以說做影片是興趣嗎 我覺得是興趣 但是我最沒興趣的就是上字幕這件事 我覺得上字幕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我還是要為了大家去上字幕 因為畢竟我自己講話其實不是很清楚喔 好下一個問題是 開頻道的契機是什麼呢 而我的這個頻道它開的時候 其實是2011年喔 其實算蠻早的 但是當時我只是要拍一些我家貓咪的影片 還有一些我自己喜歡唱歌的一些影片 我就是當作一個倉庫就是放在這裡 反正也不會有人來看 但是啊 那些唱歌的影片現在已經全部被我 改成私人 只有我看得到了 因為我現在覺得 現在好多人訂閱 如果被發現的話感覺好像被挖到黑歷史一樣 所以我已經把它全部設定了 你們不用再往前找喔 已經沒了 後來我有玩一個手遊遊戲喔 就是龍族拼圖 那我大概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 就是學會怎麼去直播 然後怎麼去做影片的 但是真的開始做實況影片 然後去做一些剪輯的 應該是從去年的時候 然後我上傳的第一支實況影片 就是PS4的熱血少女這款遊戲 應該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就是開始買器材啊 然後買軟體啊 然後做了一些有的沒有的 大概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 但是真的開始有人在看我的頻道 是做了動物森友會的影片之後喔 那因為以前的遊戲都沒有中文化 以前的遊戲 那我自己本身又是念日文的 所以呢 我很習慣就是買一款新的遊戲之後 然後我有攻略上的問題 我就直接去日本的攻略網站上面看 所以我很習慣就是遊戲買回來 就是看日本那邊的攻略網站 就包括動物森友會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也是都在看日本那邊的網站 還有日本的頻道 這也是為什麼 你們看我在出島找動物的時候 我常常會記得這隻動物它的日文叫什麼 可是我卻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都是看日本那邊的攻略 那當我在看日本那邊攻略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日本那邊已經有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是日本正在流行的一些東西 可是台灣這邊卻完全沒有人討論 就好像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要不要當個翻譯啊 然後將那些內容翻譯之後 然後再轉化一個形式再介紹給大家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做了第一支動森的影片 結果沒想到那個影片就突然好多人看 然後還多了很多訂閱 然後我那時候就沒有想到 所以如果要說我做這個頻道的契機的話 應該就是我那時候想要把那邊的訊息傳達給大家 包括我現在給大家的那些攻略影片也都是這樣子來的喔 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凍斯恩的熱潮過了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呢 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有在想 但是我應該會像我一開始那樣 就是像我玩熱血少女啊 然後人中之龍啊 那樣子吧 就是玩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遊戲喔 那我在之前的一部影片也有提到 我很喜歡四位日本的實況主 也就是レトルト、キヨ、ガチマ、ウシザワ 那我很喜歡他們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通常不是因為一款遊戲很紅 所以他們去實況 所以大家去看他們 反而是有時候呢 因為他們玩了某一些遊戲之後 然後大家去看他們的實況 那個遊戲才紅起來 大家才喜歡這款遊戲喔 那這是我的目標 我希望我也可以當成… 我也希望我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實況主 那我現在每個禮拜天都還是有在上傳一些 比較…可能冷門一點的遊戲喔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覺得做了這個頻道拍影片的前後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呃…哆啦A夢裡面有一個道具叫做石頭帽 就是戴上去然後大家都不會發現你 呃…我常常在自嘲 就是說我自己內建著一顆石頭帽 就是我常常講話可能也沒有什麼人會聽啊 就是…很空氣一般的存在喔 可是呢最近我只要發影片就有幾千人幾萬人在看嘛 要說最大的改變應該是這個部分吧 就是我已經…呃…不再是那個有帶著石頭帽的石頭了 再下一題 無界名字的由來 呃…無界是本名喔 那意思由來的話呢… 因為我很喜歡做很多事情 就是包括像現在實況玩遊戲啊 然後我也喜歡一些音樂的東西喔 呃…然後有一些設計的東西 可是呢我雖然很喜歡 可是沒有一樣是專精的喔 不過我不希望說我自己一直被限制在一個框框裡覺得說 呃…我就應該要做什麼 我就要專心做什麼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很希望我可以什麼都做 可是…畢竟我們還是活在現實世界裡 我們還是始終會被那個框架給框住 那我覺得既然說我們沒有辦法逃離這個框架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讓這個框架變得 沒有界限 它是無限大的 我們雖然一樣是在框架裡面 但是我們就是… 盡可能的擴大這個框架讓自己是自由的 所以就是… 無界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呢也是我對自己人生的一個情緒 下一個問題 無界好像很喜歡畫圖跟設計 能不能分享一些作品 欸… 我有點久沒畫圖了 真的是有點久 久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那我分享幾張我可能比較近期 有畫的圖好了 那設計的話呢 我很喜歡看一些平面設計 我也有去上過課去學過 但是實際操作後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那個才能喔 我覺得我沒有才能 就是沒有具現化系的才能 就是空有想法可是我做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都是習慣就是… 用委託的方式喔 就是找那個領域很厲害的人 然後告訴他們我的想法 請他們幫我實現 那這些我幫家裡設計的產品就是… 一個例子喔 下一個問題 除了玩遊戲之外 平常還有什麼興趣呢? COSPLAY 我順便丟幾張 我出過角色的照片好了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聽歌啊 然後唱歌啊 游泳啊 玩水啊 這一類的 下一個問題 會想辦粉絲見面會嗎? 呃…等我… 等我病好了 等我病好了再說 現在很難見人 我現在很難見人 所以要用這樣的方式跟大家見面 好啦 最後一題 無界有養寵物嗎? 是貓主子嗎? 你還能見人 感覺別人 舒服嗎? 好 你還把它跟著錄影 不是嗎? 穿了嗎? 好 你看我 我今天不看到的 我自己有給自己一個小目標 就是希望在年底的時候可以衝到一萬訂閱 希望可以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